今天这个基本上试驾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非常的过瘾 然后现在太阳稍微有点偏 但我其实还是想骑 但是必须得给大家录一视频 不录到时候你们该喷我了 然后整个这台HP4Race版本这个车 你现在看上去特别明显一点 就是它整个包版都是碳纤维的 其实对于我们赛摩托车来说 包版能用碳纤维已经是非常涉的一件事的 但是这台车这可不仅仅是这样 你来看这个位置 包括整个车架 还有轮毂 全部都是碳纤维的 特别特别的极致 然后我还看了数据 就是整个它的这个车架的重量 如果单独车架的话 只有7.8公斤你受了 然后轮毂就更加更加的轻 比铝制的要轻 然后整个这台车的车重的是146公斤 然后满油满水的状态下是171公斤 可是你知道它的输出功率有多大吗 215匹马力 如果你算一下它的这个所谓的推重比的话 那咱们玩的那些所谓的神车 都不能叫玩 对于我来说不能叫玩 仰慕的那些神车 比如说科尼赛格的腕腕 其实就是一马力对应一公斤 可是你再算算它的推重比 真的非常非常的夸张 然后再往呢 就是整个这个车的一个配备方面 避震器 前面是欧林斯的FGR GP 然后后面是欧林斯的TTX GP 都是摩托GP标准的一个避震器的一个配备 然后刹车系统 上泵加下泵 用的是这个Brembo GP4PR系列的一个刹车系统 一方面是因为它活塞很薄很轻 对于整个车的偷轻来说是有帮助的 所以你会发现 它的这个刹车盘会比像我自己的那台R1改装的赛车 是要厚的 然后制动的能力强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我骑完我的R1马上切换过来骑这个 我需要至少一圈到两圈的时间来适应它的刹车 因为只要非常轻的力度 两个手指非常轻的力度 它的制动力就会特别线线的就下来 如果按照刹那个的方法刹这个的话 我就起飞了 就是那么一个状态 所以我在比赛的时候 对于刹车这件事 我可以省特别多的力 所以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点 但确实真心的各种贵 真的是各种贵 然后再有呢就是这个仪表 2D的一个仪表 这是一个标准的赛车仪表 而且原厂就带这个GPS 也就是说你不用再去给它装额外的计时系统了 然后再有呢就是这边 AK的排气 这应该没有人会不认识吧 竞赛级别的 然后整个全段 钛合金 因为它很轻嘛 然后外面用这个钛NV去做一个隔热 而且它的整个这个车架呢 有很多数据是可以设定的 你比如说在这个位置 后悬架的这个高低 根据车手的身高 还有驾驶习惯 你可以去设定它的高度 然后在这儿 这个座的高度 它这个螺丝在里边那个位置 我看到也是有上下一个小幅度的 可以去调整的一个范围 另外包括整个这个三星台 来看一下这个位置 它用的是一个就咱们 比如说在车悬架那个位置 像一个偏心螺丝那样的一个配备 也就是说这个整个前悬架的这个角度 也是可以去轻微改变的 当然了这个要骑到很极致的时候 才会去对于这些数据的调整有所需求 然后包括手把上的所有的这些开关键 你也知道就用的是这个糖豆的 这就跟上马路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然后太齿这些就都不用说了 然后再就是电子系统 电子系统呢 它是给你提供了三个模式 干地一干地二还有湿地模式 那它会根据你的预先的设定 来判断说你这个TC用到什么级别 然后动力输出到什么级别 因为它的动力实在是太强了 然后我整个在京岗今天跑下来 最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 它有劲儿使不出来 在这个赛车场里 现在按它这个牙盘的持比来看的话 也就加到四档 反正我在这加不上五档 没有机会 而且加到四档的时候 其实也依然是非常爆的一个状态 要不是有这么好的电子系统 我估计我早不知道飞去哪了 然后这台车呢 来看一下这 全球限量750台 然后这辆的是 哎呦 第13台你收了吗 看上去像我的车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然后这个车现在国内 我一开始会以为非常非常的贵 因为之前我看到这个车的信息 在国内的售价 应该是100甚至100万出头的 这么一个价格了 但是现在 我听这老板说了一下 现在这车卖55万你收了吗 我有点懵圈 就是因为确实太值了 因为我们自己改赛车的话 像正奇那台赛车 那台R1改下来要差不多100万了 那这台车 如果你按它的零整比来算的话 把所有的配件的价格 拉一个单子 再算上车 再算上改装 咱们先不说匹配的怎么样 也远远超过55万的这么一个价格了 所以这台车我觉得 这个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 当然了 如果你是去拿它比赛的话 上街呢 你就不用想这个事了 然后还有就是 它还有一个所谓的什么专业包 就是65万 就再加一个10万的话 你可以去有一个什么专业的赛道的培训 当然了这个培训的老师不得了 黄世昭老师 你如果玩摩托车的话 肯定听过他 还有就是国内明年的一个310cc的统一组的比赛 还有像这个车一些专用的维修的工具包 还有像是国家队赛事的VIP观赛等等 就是匹配在这个包里 因为我始终认为啊 如果你已经赛很久车了买它的话 那还好 但如果你是一个新手买它的话 我强烈建议你去接受一下那样的培训 你才能真的去把它给骑明白 这是特别重要 特别重要的一点 反正感兴趣的 我觉得其实可以研究研究 真的可以研究研究 我是太喜欢这车了 但是吧 这个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OK 那就跟大家聊到这聊 对了 忘了说骑起来感觉怎么样 第一方面这车真的动力太强了 太快了 这是第一个 但是辅助系统还OK 所以让我还算是能驾驭的了 然后还有就是整个骑着非常的轻 像刚才我到下午的时候 因为温度比较合适了 出的那一节 不知不觉的跑了16圈还是15圈 就几乎是一个整场比赛了 但其实并不是那么的累 其实它就像骑着一个 很大马力的600cc的赛车样 就是整个车身 制动 还有在弯里把车提起来 和压下去的那个感觉 你不用跟它较劲 因为它太轻了 非常的顺 所以你如果拿它去跑比赛的话 其实能很大程度的去保存你的体力 而且它也很抑郁操控 太好气了 真心太好气了 按出示范 defend 单刘 散